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稍微谈了一下 今天我们将会仔细来看一看荣耀的教会这个题目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荣耀要显在教会里头 他的同在是人可以感觉得到的 所谓荣耀的教会就是指教会充满了神的荣耀 我们可以用信心与神建立一种关系 感受到神个别的确实的同在 那因此充满了神的荣耀的教会 是深深感受到神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的 教会预备自己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并且还要继续下去 圣灵要在教会当中运行 用神的道来操练我们 神的丰盛完全 不单是彰显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更要彰显在教会整体身上 当我们达到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基督的伟大 并且有神的丰满了 那记在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 当个人都在自己的职务上 或者职事上尽忠的时候 基督的身体就得以建立 众人在真道上就能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那我们怎么能够在所幸的道上同归于一呢 唯一的办法呢就是 借着认识耶稣基督 这并不是说大家一起坐下来 讨论教义就算了 要知道 光是在那儿讨论教义 是不能够使信徒合一的 只有在个人以基督为首的情况底下 大家聚集在一起 认识基督 凡是以他至高的权威做一个准则 这样我们的信心 才可以达到真正的合一 如果单单有救恩的教义 而没有救主 这个教义呢 是没有意思的 同样的 只有拯救的教义 而没有拯救者 也是没有意思的 单讲圣洁的施洗 但如果没有圣灵 就毫无意义了 可是如果我们认识救主 我们就会相信 接受救恩 我们认识圣灵和圣灵的充满 就自然会经历得到圣灵的充满 同样的了 我们认识了拯救者 我们就自然会经历到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恶 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看 合一的道路都不可能只是讨论教义 研究教义 乃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他的荣耀 他的权柄 他的主权等等 那当我们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之后 我们才是真正的得到在基督里合一的知识 我们才可能踏上合一的道路 透过这样的学习和认识 我们可以进到神或者说进一步的旨意当中 那就是以弗所述的第四章 是三节最后两句所说的了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两句的句子的关键字眼就在于满有 满有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啊 直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能够在各个方面 包括了恩赐 侍奉和各样的恩典上都能够完满的表现出基督的时候 这个时候教会就能够真正的彰显基督了 那现在教会在世人面前所彰显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的基督而已啊 也可以说只是基督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还有大部分呢是教会没有能够表现出来的 然而神的心意是要教会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能够完全的把基督的实体 基督的品格和基督的工作表现出来 这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意思了 那因此在把几节经文加起来啊 我们就可以看见教会的七个记号 是神希望教会能够达到或者说预备自己的 以备迎接主的再来 教会是荣耀的 有神同在的 圣洁没有瑕疵的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 长大成人的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 那如果我们看以复所述的第三章 那就是前面的一章了 我们就会看见使徒保罗为教会所做的祷告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几节吧 十四到十九节圣经说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这段经文的含义 我想没有人可以单独的一个人 去把他完全的领会明白的 我们只能在和圣徒一同聚集 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那你注意 第十九节那说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教会要成为容纳神一切丰盛的地方 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神一切的能力 神的属性等等 都要彰显在他的教会之中 那另外 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 第九节那儿 也提到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那这里说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看呢 神在基督的身上彰显他自己 不是一部分的彰显 而是完全的彰显 同样的 当圣灵能够成全在基督的身体 教会之中工作的时候 神也能够完全的彰显在教会的身上了 这是神向教会所定的旨意啊 是十分荣耀的旨意 在今天 教会应该充满着神的荣耀 而我们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也是在这个极高的旨意之中的 这是非常荣耀的 那么到底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教会呢 好了 如果我们来看旧约的先知以色亚 我们从以色亚书的纲要当中啊 就可以晓得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教会的 好 我们来看看以色亚书的五十九章 十九节 那经文这么说 如此 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 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 因为仇敌好像极流的水冲来 是耶和华之气所驱足的 神怎么样彰显自己的呢 那就是使全地的人都敬畏他 并且看见他的荣耀 仇敌就好像极流的河水一样的冲来 仇敌就是指撒旦啊 他要渗透我们的生活当中 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那不但如此啊 他更要进入教会 这种情形啊正好应验了 约尔先知的预言啊 说神的百姓和神的产业将要因为昆虫这个军队的侵略而变得荒凉 今天教会的情况正是这样的 历代的教会都受到神所打发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 乍猛剪虫等等的骚扰啊 他们的入侵使神的产业变得荒凉 约尔书形容蝗虫怎么样 为患成灾吃掉他们所有的 同样啊 教会也有属灵的仇敌 他们进入教会毁坏和吞灭神所给教会的一切的美物 然而神说了 将有一天 他的灵会动工 虽然仇敌向极流的河水冲来 但是神的灵必然上来与他们征战 神的应许在五薰节那天已经开始了 圣灵十分神奇 而又大有能力的降在教会的身上 他们就看见黑暗的权势退去了 病人得到医治了 死人得到生命了 福音大有能力的传开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啊 只是一个开始 仍然没有达到神所期望的完全境界 那其实神的灵所高举的不是别的 而是耶稣基督啊 圣灵并不高举人啊 也不高举教义制度等等这些属世的东西 圣灵降临在教会只有一个工作 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所说的 当真理的灵来到 他就要荣耀我并将有关我的事指示门徒 那因此圣灵在教会的工作 是高举彰显启示和荣耀耶稣 圣灵就好像是起手一样的 把耶稣高高的举起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在古代那个时候作战的时候啊 古代作战的时候啊 当军队的士气低落了 或者是被击败了 遇到危险之际 军官会怎么样了 军官就会命令举旗的人 也就是那个旗手啊 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站在那里把自己的军旗高高的举起来 当军队的士兵看见旗帜高举之后 他们就自然会聚集在旗帜底下 重征旗鼓 预备再次的出战了 那今天圣已经开始把旗帜高高的举起 他在各地方的教会高举基督 这就令那些受到压制的信徒 在急难当中的信徒 分散被击败的信徒 都能够看见高举了的旗帜 这个旗帜不是一个宗派 也不是某一间地方教会 而是耶稣基督 当旗帜被高举起来的时候 受吸引的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切相信基督的人 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认定他是我们的领导 是我们的元帅 他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当敬拜的唯一的主 那今天当你听福音广播的时候啊 你所听见的也是耶稣基督的信息 他是我们所高举的旗帜 是我们所仰望的旧主 当他被高举的时候 就吸引了一切相信他的人了 那跟着我们就来看看 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了 圣经这么说 必有一位救赎主 来到西安雅各族中 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将来会有一天 那将来会有那么一天 神的子民要转回归向神 而神又转向他的百姓 救赎主必来到西安 到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去 那注意了 我们要从自己的失败 软弱自满叛逆肉体当中 回转过来 要真诚的悔改 归向救赎主那里 离弃我们的过犯 这样复兴就必定临到神的子民 这是神所应许的 二十一节就是神给他子民复兴的信息了 经文说 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加给你的灵 传给你的话 必不离你的口 也不离你后裔 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 从今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所赐给他们的复兴 不是一部分啊 也不是短暂的 暂时的 不是的 而是长久和永远的 当神的灵 转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永远得到他 因为神说 他的灵 不但要加给他的子民 并要一直的传给他的后裔 以至后裔的后裔 永无穷尽 这是一个完全的复兴 然后以色列书的六十章了 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对比 讲到光明与黑暗的对比 并神对西安子民所发出的信息 以色亚书六十章 一节到二节圣经说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哪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那注意今天啊 当我们看看周围的时候 我们所看见的真的是黑暗遮盖大地 遮盖万民啊 然而在黑暗当中 神有信息告诉我们 就是他的荣耀要陷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啊 而且这个光要越来越亮 黑暗就自然会消失了 耶稣就是那光 我们喜欢究竟这个光 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光 那就证明我们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因此我们就要自己做出一个选择了 到底我们愿意接受光吗 还是我们宁可在黑暗当中藏起来 让黑暗把我们遮盖了 淹没了 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选择的 就要好好的做一个决定了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要回到光明之中来啊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思想 光明和黑暗的对比 头一处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创世纪的十五章 在这里亚伯拉罕为着他没有儿子 而向神祈求了 因为神曾经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 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五节 圣经这么说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的经历 今天也适用于我们的 因为新月圣经在讲到信心的时候 他称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加勒太书的第四章二十八节那说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你看呢 神告诉亚伯拉罕 他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那一半来说啊 当太阳高挂烈日当空的时候啊 我们不会留意到星星的存在啊 即使是明月高挂 我们的注意力也大多数集中在月亮上 而忽视了那些很小很小的星星的 可是当夕阳夕尘了 又没有月亮的晚上啊 又或者说当一切自然界的光都消失的时候啊 在漆黑一片的天空 我们自然就会发觉哎呀 这星星特别的明亮啊 一闪一闪的多美丽啊 在末世的时代 情况也是这样的 当黑暗遮盖大地遮盖万民 夜幕越来越低垂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后裔 一切相信耶稣的人 就必兴起发光 如同星星一样的 璀璨夺墨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的情况了 那跟着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了 二十二章 那也是讲到同一样的真理的 我们看第十到十二节吧 经文这么说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们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们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啊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主再来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主必快来 这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啊 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站立的信息啊 圣经说 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 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 但唯义的要叫他更有义 圣洁的要叫他更圣洁 道主再来的日子啊 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了 不义的就仍旧不义 污秽的就仍旧的污秽 唯义的呢 就仍旧唯义 圣洁的就仍旧圣洁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善行 或努力去成为圣洁 被称为义的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救恩是我们一生的经历 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在真言书的第四章 十八节那儿说到 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在约伯纪的十七章第九节也说 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守节的人要利上加利 那你注意了 义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不是在义的路上行的话 如果我们前面的路不是越来越光明 那么我们必然是偏离了正路 因为义人的路是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得救的真意 他们以为要参加教会聚会 那就是得救的条件了 其实不是的 义是主耶稣白白的加给信他的人的 成圣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应该是前进的向上的 是越走越光明 而不是越来越黑暗的 在光明和黑暗当中 我们只能够属于其中的一方 绝不可能是中立的 因此 如果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 是已经被神称为义的了 那就要更加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已经是圣洁的 就要更加圣洁 我们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不能中途停下来 更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倒退 这不是一种期望 而是一个决定 要往更光明或者更黑暗的路上走 是一个决定 那今天 全世界都被黑暗笼罩着 只有教会是充满了荣耀的 而世界的希望在哪呢 世界的希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教会显现在荣耀之中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呢 以色亚书的六十章第三节那说了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你想想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这万国和君王都要转向教会 你看今天 世界的君王和统治者 在好多问题上啊 都显得迷惑 困惑 不知所措 他们去求神问补 占卦算命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问题啊 不过 时候将到 世上的君王和统治者就会在黑暗的日子当中转向教会了求帮助了 而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答案呢 我们就应该像单以礼和约瑟那样 他们两个人是身处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 但奇妙的是当代的外邦君王啊 都向他们求问 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智慧 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答案 所以在外邦人当中啊 显然是有卓越的地位的 同样的 但伊里的神和约瑟的神也是今天教会的神 我们是有智慧和有答案给当代统治者的 那紧跟着以色亚书的六十章第四节就说了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 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那注意了啊 在末后的日子 这些预言都要一个一个的应验的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十七节那儿说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你注意了啊 说的是在末后的日子 教会将会有大大的革新呢 因为众人都拥到教会里来了 我们的责任是把基督的样式 基督徒的人生和纪律告诉世人 活在他们的面前 那今天 教会已经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了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非常重的 责任重大 我们不单是要重视教会里的生活 对神的敬拜 圣徒的互相彼此相交 个人的自己 我们更要关注外面的世界 我们要把神的看法 神的要求和神的答案告诉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准备自己 装备自己 才能够应付时代的需要啊 才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 满足广大的人群 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大使命 好了 最后我们看一看 教会要汇成起来 集合成一股很大的洪流 这股大洪流是由许多细小的支流汇集而成的 当我明白到神的旨意和神向世界所定的计划之后 那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乐意和别的教会联合起来 我特别强的这一点 我们就非常乐意的跟别的教会联合起来 让神的能力有更大的发展 我刚才说了 基督徒个人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的 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的 基督徒不能够单独的生活的 应该是群体的又相交的生活的 地方教会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跟别的教会 全世界的教会都联合起来 让神的能力就有更大的发展了 我们要毫无保虑的把自己摆在神那永恒的国度里 让神使用 我们的一切才干精神智慧时间金钱都要全部的摆上 我们为主而活 为主做工 为主献上一切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基督的身体就得以完全 神的家 也就是教会 就会满了神的荣耀了 这就是神的心意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